大家好,又到了VG硬件開箱時間,我是Van仔 今天我們會介紹一隻AOC的G2460PQU GAMELING LCD 螢幕 它的規格是一隻24吋的1080P螢幕 它的賣點會用回一個144Hz的反應時間 馬上來一個介紹 作為一隻GAMELING螢幕,現在它的設計會用了一個可以垂直升降的設計 然後就可以做一個90度的旋轉 另外它的底盤也可以做一個270度的轉角 而它的角度,本身的LCD螢幕就可以向上大概有35度 或者是向下25度的一個轉角 介面方面,在這個螢幕的右邊會有兩個USB頭 其中一個可以支援一個快速充電 在背面方面也會有多兩組的USB 顯示介面方面會有一組DisplayPod、D-Sub、DVR和HDMI 另外螢幕的部分會有兩個2W喇叭 給大家HDMI和3.5mm做一個音效輸出 顯示方面,我利用了它本身提供的Mini DisplayPod 轉DVR的一條插線 做一個review 其實大概去到45度角之後 就開始有少少偏色了 最後就講一講它的144Hz是怎樣的 其實在選項裡面就有一個叫Overdrive的功能 只要打開了它之後 其實它就可以做一個叫做動態銳利化的設定 效果就好像一段影片一樣 基本上,原本是不動的東西就好像有少少少少忙 但當它一動的時候就突然間硬 就會看到它的邊位很銳利 如果用肉眼去看,是明顯看到它的畫面很清晰 或者叫做順暢了 但出來的感覺就真的見仁見智了 介紹就這麼多了 先說一下價錢 螢幕會賣2499元 以它有一個144Hz 加上DisplayPod 多個介面 還有一個油壓升降的架 其實價錢也算合理 不過它144Hz的效果未必有人能接受到 自己回店看一看效果可以嗎 這次介紹就完了 看看下次有什麼介紹 都是那句 like一些影片 subscribe我的頻道 之後再見啦 拜拜